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学习敲机我最重要的是努力 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学习敲机我 因为我们习敲机我同时需要处理一些节奏上的乐局 和旋律上的乐局 可能一些比较活潑的小朋友在节奏上的乐局 会有些优势的会做得比较好 民静的小朋友可能在旋律上就会处理得比较好 只要大家在自己做得没那么好的饭头上 多加到六力就可以将合级乐演奏就好了 我们会和小朋友由小鼓开始学习 在小鼓上我们学好一些基本的节奏 打好基础 在基础做好之后我们就会再去那些键盘上的乐器 例如木琴 沙禄琴 马林伯琴 或者钢扁琴 Glockenspiel 去做一些有旋律的乐曲 去做一些比较多元化的音乐 如果骑后小朋友有机会去到乐团 或者去参与一些合奏的演奏的话 更加有机会去学习到 更加多其他烤鸡乐器的演奏技巧 烤鸡乐在乐团里面 我们甚少会负责去演奏一些船的部分 通常都是负责节奏和背后的装饰为主 但千万不要以为因为这样就代表我们不重要 我们做的事是去为整首歌曲 增加上一些不同的装饰和色彩 让整首歌可以变得更加漂亮和更加好听 而烤鸡乐是可以帮小朋友建立到很强的节奏感 这些东西也是对音乐来说非常重要的 另外因为烤鸡乐本身很广告和其他乐器的配合 所以也可以帮小朋友学习到怎么和人互相合作 在我身边这部就是马南马琴 而这个就是小鼓snack drum 现在让我去示范一下他们的音色如何 我现在让我示范一下小鼓的音色 现在让我示范一下小鼓的音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